1 not good oh my god 平 喔 欸 欸 這一次好好看 這個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Sarah 今天呢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個是 非常私心想分享的 很多日系的 看起來很好用 或者是我自己喜歡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呢 主題會有點混亂 是我愛用 跟我想用的 一堆熱門的 日系彩妝品們 沒錯 因為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購物回來 有很多東西 其實我都沒有機會好好用 就是我買了他們 我知道我很想用他們 跟有很多是我以前超愛 然後就是很久沒用的產品 因為產品要試的實在太多 因為就是 俺是美妝博客 所以 我今天就是很想要來使用他們 然後 我相信有很多東西 你們大家都是有興趣 然後我覺得有很多寶物 你們應該是想要知道 我也很想要跟你們分享的 還有很多彩妝師推薦的產品 所以 這些影片 如果我覺得今天影片 這個主題有喜歡的話 或者是你有在看我的影片 都有準時在看 蠻喜歡我的話 請不要忘了 也不要吝嗇的 按下那個讚按鈕 大概在這個下面 某個地方 然後檢查一下有沒有訂閱 沒有的話趕快訂閱起來 有訂閱的話 我愛你 那我們就趕快進入今天的主題之前 我們有個贊助 現在韓國超人氣賣的超好的 EOSO 我是這樣唸的 溫和舒緩粉刺清潔鼻貼 相信如果大家有去過韓國 或者是沒去過 有聽過Olive Young嗎 也就是韓國的去城市之類的 都可以看到 然後很長他們都被賣光 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 他們家出的這個聯名款包裝 超可愛 這個鼻貼其實我已經用一陣子了 我之前就有耳聞他們家很厲害 所以最近我覺得粉刺狀況還不錯 因為最近一直清 用它 然後你如果不知道的話 這個粉刺鼻貼 其實之前有用過類似的 他們基本上都是有兩劑 打開有沒有 它就是這樣一個折出來 有第一劑跟第二劑 第一劑是讓你的粉刺浮出來 那第二劑呢是拿來收斂毛孔的 兩個都是像鼻子形狀的面膜 從第一包裡面拿出來 這個白材質是生物纖維製成的 其實摸起來就跟面膜一樣 一定要記得它是前面跟後面都有膜 OK 就是其實摸得出來 你應該知道哪一個 應該要敷在臉上 請相信自己的直覺 等一下 我不確定有人的直覺可能是錯的 反正它是在兩層之間 更重要的是裡面含有專利成分 可以改善油脂分泌過剩的問題 然後這項產品 還有通過第一次劑測試 所以可以拿來溫和去除你的粉刺 當第一劑用完之後 粉刺會浮出來 我這邊就是盡量拍得清楚了 看到這些浮出來的粉刺之後 我們就拿出我們的人體工學鏟 把粉刺直接鏟起來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鏟起來 就只是這樣把它爐 然後它就會跟著你的鏟子 全部被爐下來 這個非常的輕 方便攜帶 所以出門的時候都記得可以戴著它 這個鏟子本身也是Olivian的銷售冠軍 掛完粉刺之後 記得一定要用清水清過一遍之後 再浮第二劑 也是非常重要的毛孔收斂的部分 還有栗子皮萃取物 綠茶跟羊腸春藤萃取物等等成分 更能增加毛孔收斂跟鎮定的效果 AELSO除了他們這個青粉刺的部分 非常厲害之外 他們這次一起出的新的精華也是非常好用 我這是一般包裝版本 這也是我剛剛有說到 他們這次跟Esther Barney有聯名合作的這個招 G1A的組合 首先第一瓶是這個亮白精華 我拿我一般的包裝來做示範 裡面的骨光肝太含量是1% 除此之外他們用的是98%高濃度的骨光肝太 可以有甚地去改善由內到外的膚色 黑色素跟斑點暗沉 而且大家知道嗎 骨光肝太也就是韓國醫美很常幫大家打的美白針 主要的抗氧化成分 他們表示連續使用兩週就可以終結美白的煩惱 對於美白精華這個東西 很多敏感肌的人一定都會有點害怕 覺得不適合 那他們一樣是有通過敏感肌的刺激測試 所以給什麼樣肌膚的人擦都是可以的 我自己本人就是敏感肌 我自己擦真的是沒有問題 更不要說我可是天天跟我的過敏人相處在一起 oh my god 再來是組合裡面也有的另外一罐A唇淨膚精華 大家到現在應該有知道就是A唇這個成分 可以幫助肌膚再生改善彈性 所以對於毛孔跟皺紋都有很好的效果 他們家的A唇不要看是0.1% 但是是成本超高的98度高純度的A唇的0.1% 而且廠商想讓大家知道為了讓大家可以安心不刺激的使用A唇 另外添加了可以保護肌膚屏障的高濃度刺青密定 他們表示這個成分真的很貴 那他們真的是為了做出有效果又不刺激的好產品 不惜成本的都要把兩個非常好的成分 通通加到這罐精華裡面很有心 大家在使用的時候如果真的很敏感的人 還是可以建議就是非常少量開始使用 建立一點點耐受度後再增加你使用的量 平常都可以混在自己原本的乳霜之類的去使用 由內到外毛孔皺紋彈性 使用精華兩周內就可以獲得改善 最後他們有提供一個折扣碼 我是沒有抽成的 輸入Sara就可以滿千打九折 那任何資訊都在我們下面趕快去看看吧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趕快進入我們今天彩妝的部分吧 可以說今天底妝真的好多 我說實在的底妝應該還是無法全部用到 但我至少想要摸摸看他們的質地 首先呢這個就是我已經忘記 我是多久之前在我頻道上面有講 然後我之前其實超愛使用的3他們家的粉底 然後這次好像是把他的妝前乳 跟他們的粉底液都買了 OK 我之前真的超愛 但我只記得之前我是超級無敵乾肌 然後現在其實又滿熱滿潮濕的 所以我有點害怕用起來不知道是什麼感覺 還有我們這個Andobe他們家的修容筆 Addiction他們家的眼影盤 要上演真的要上演了 還有我在機場買的束褲打亮液 總之可以就這樣 所以我先要來直接上他們家的妝前乳 這個是妝前乳 它上面有寫 pristine primer glow glow 你聽到是glow 它看起來就像粉底一樣 其實3在台灣也是有貴的 所以要買也是買得到 而且我記得他們的粉底 以妝櫃價來說沒有到超寶貴 我覺得 顏色 有點黃 有點黃 為什麼日本的底妝顏色都會很喜歡很黃 其實我也是很好奇這件事情 如果我只想要上一邊 有它是透明的 上上去之後 揉一揉 結果不見了 就是超級無敵亮 OMG 有一點小擔心會不會太保濕 然後這邊我就是正常 那我覺得今天底妝的部分 我也是一邊上一個好了 因為旁邊真的有好多其他人 那這就是3他們家的粉底液 我滿確定一定是比較光澤 比較保濕的內型 001號色 我們這顏色出來之後 就已經開始有點氧化了是嗎 這應該是最淺的顏色了 那個時候我在試色的時候 在櫃上試色的時候 OMG 這個遮瑕度 我記得當時我在用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遮瑕度雖然真的很薄 但我記得妝感真的是超級無敵美 服貼到炸 其實用這個一字刷一刷馬上就知道 不知道 這一字刷可以馬上 讓你辨別出這個粉底細不細膩 我剛剛不用拍其實就滿勻的 它自己比較不會有刷痕欸其實 但的確遮瑕度就是非常的中間偏低 但你可以看到那個均勻膚色的效果還是很美還是很好 盡量再上 臉頰這邊 一度上個 一些些 這樣看起來顏色是 還OK啦 稍微有稍微 黃一些些 但沒有到太黃 貼膚貼的要命喔 尤其是我現在其實 稍微有一些些過敏 我剛剛帶Kofi去看醫生 然後寵物醫院裡面就 貓狗毛都很多 然後我對貓過敏的更嚴重 所以其實我現在皮膚不算是太穩定的狀態 但它還可以這麼貼 真的是OMG 好那另外一邊呢 我們這邊還是有許許多多 好啦沒有到那麼嚴重 之前RMK這個 我不知道它還沒有在產欸 我只想要真的finally來摸它一下 它的質地 它現在有新的RMK的這個粉底液 然後這個好像是它的上一代 我這邊有的是01號 它的名字叫什麼我也不太清楚 但我就記得 我有一個也不是美妝部落客的朋友跟我說 這個它超推 大家都很愛 摸起來質地也是很不錯 其實水水蠻清爽的 但是感覺就是很保濕很貼膚的感覺 看不出來對不對 就是一個很裸妝 超級裸妝 我剛剛那樣都還算太多了 怎麼辦這個上肌膚感覺很讚 顏色的部分我一樣抱持著些許的疑問 就是它擠出來的時候蠻亮的 然後出來之後又稍微暗沉了 我現在半邊可以看得出來稍微偏橘一點點 日系的彩妝 在台灣的天氣真是容易很暗沉這樣 好然後再來呢 這個是我買很久 到現在都還沒有機會用 就是王盈喬老師之前有PO一篇文說 他真的愛這一罐愛到死 這個是戴科他們家的粉底 Zen Wear 我都其實有點忘記我到底有沒有使用過 但是我對它就是一個心心念念 一直忘不了它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還沒有使用過 這個是厚的遮瑕 遮瑕都是高的 顏色看起來也是挺白的 粉質摸起來都很細緻欸 OMG 這幾罐粉底液摸起來也有一樣的感覺 很細膩 不會有一個粗粗的粉感 但是馬上也是就暗沉了 我剛剛化開完想說 又不錯喔 蠻淺的 馬上就開始變得有一個橘橘的顏色 怪 再來是這個我真的還沒有開過 應該是這一次去日本的時候買的 Lunasol的粉底 其實這一罐 之前Kory老師幫我上妝的時候 有使用到 但是因為他幫我使用 我自己沒有說很知道摸到那個粉體 會是什麼感覺 喔 水水的 一樣一搖爆 好像很水欸 聽到嗎 所以我自己對它也是一個好奇 喔 它的口 它沒有壓頭 它是要這樣 喔 滴的嗎 欸 好特別 好特別喔 我是不是有什麼東西忘了買 它上面的頭就是長這樣欸 然後要用滴的把它滴出來 我買的也是01號色 然後Kory老師說 這一瓶就是比較 什麼肌膚的人都可以使用 比較中間一點 不會到太保濕 然後也不會到太乾 怎麼辦 都好想用 其實3的這邊看起來 我覺得遮瑕度真的是不太夠 但就非常自然 非常 就大家可以看到吧 這個肌膚膚框看起來是不是很漂亮 等一下上遮瑕應該就還ok了 但我忍不住 我感覺想要在下面這邊補一點點別的東西 等一下我現在要決定 Who do I use RMK這個 它好像有新版的 所以我就先不用了 好 戴科好了 因為戴科我是真的真的沒有用過吧 就不要等一下留言說 喔 Sarah 你在哪一支影片已經用過了 那這個呢 是Decorte 我記得 我之前好像是看到王詩曹老師 在她的線路跟講這一罐的比 超好用 她說是好用到到時 真的已經要買了 I don't remember 她的化妝包裡 還是就是她幫人家化妝的工作箱裡面 不能沒有這一罐 那我就很想要有她 欸她真的是看起來比較厚 我這樣拍開之後 它就變得有點橘橘的其實 偏橘顏色 或許也是這樣才有可能比較適合 它有味道喔 它是有個香味的 嗯 這邊 感覺粉感就稍微重了一些 粉體就再粗一些 我也是擠了兩坨 這個就真的是要自己再稍微拍開 因為她的粉就是比較稍微 沒有剛剛那麼細膩 但也就是為什麼她的遮瑕度會比較高 應該是這樣判斷的 至少我是這樣判斷 我這邊是沒有上妝前的 所以看到一點點毛孔的部分 再上一層看毛孔是不是可以遮掉 Oh no 等一下喔 這罐粉底好像是會沉膜嗎 因為我現在在上多層的時候 好像有一點點跟自己打架 哎呀 哎呀 現在就是剛剛多加一點 就沒有那個打架的感覺了 對不起我整個人多加好幾層 嗯 這邊跟這邊比起來的話 因為它就是遮瑕度比較高一點的感覺 所以很明顯的本質就是比較粗 然後皮子這邊有一點點沾到 有點脫妝了 就是我這樣重複沾了之後 它會開始給我沾起來 哪 good 這樣不太妙 還是看不太出來它是不是可以疊加 有一點小打架 但是真的是很 我現在是用非常高的標準在看這些粉底 他們因為3這邊就是非常的細緻 但遮瑕度就是不夠 這邊就是遮瑕度夠 但是就沒有辦法到那麼的細緻 我現在皮膚還是處於小小的有一點敏感 所以以我皮膚的狀態來說 這樣子的妝感還是非常的漂亮 好的 那我們再來的話 我想要先來進入遮瑕的部分 我想要來用我之前買的這個Lunasol他們的雙色遮瑕 我其實沒有聽到太多跟這個遮瑕有關的事情 所以其實你是不是不太好用 我那時候用完好像不太記得我自己心得是什麼 所以我今天想要再用一次 那他們就是兩個顏色 01號算是最淺的顏色 我剛剛手臂有插過了 它就是一個這麼深的顏色跟一個淺色 那我深色跟淺色問一下 然後它會在我眼睛下面 先不要太多 我們少量多次 我其實覺得應該要上橘色 但其實深色好像也是可以 因為皮膚本身就是個偏黃偏橘的顏色這樣子 我們今天遮瑕其實沒有什麼太多選項 所以我們就是單用它遮 哇 這邊我在上遮瑕的時候就有一點 跟戴科的粉底有一點小小的卡住 小卡也不是大卡 但就卡了這一塊 我用手稍微把它推開 再回去壓過一遍 現在看起來有好一點 那接下來的話我要來想辦法遮一下LEGO 那我也是用這個裡面的這個淺色 先來幫你們看一下效果好不好 好 我看這樣越來越嚴重 抱歉阿剛剛那個顏色對我來講 淚溝可能不夠亮 所以我自己再另外用別的顏色來遮淚溝 OK我回來然後我有一些BAD NEWS 戴科這罐粉底感覺不太適合我 我感激 我剛剛在推眼睛附近這塊 我在遮我的淚溝的時候 誰說我現在淚溝 遮得不錯吧 我覺得不錯 如果想知道我怎麼遮的 一樣留言讓我知道 我再看看要不要告訴你們 因為我還在研究中 OK 總之這個我剛剛這邊在上我們LUNASO的遮瑕的時候 我們今天剛回來說要給的BAD NEWS 只是這兩位都沒有Good NEWS 兩個都是BAD NEWS 我現在眼睛下面的這個不是LUNASO 剛剛糟糕到必須要推掉重來 那LUNASO呢只是它就是粉質不細膩 然後蠻粗的 浮浮的 我不確定油肌的人使用會不會喜歡 但是我自己覺得 Not good 所以LUNASO這個難怪我之前用的其實沒什麼印象 我應該就是不太喜歡 我是第二次在使用它 就是記得說 MUSSLE 印象中眼影超讚 但就這樣 就是它其他東西我目前還不確定 然後加上這個 我現在今天就剛好沒有用到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們底妝搶不搶 但寇兒老師他自己喜歡 然後王怡恰老師喜歡的這罐 戴科在我臉上 有一點 有一點點災難 我覺得一般肌膚的人 或者到有機的人 說不定會蠻喜歡這罐 我會再給他一次機會 但今天的機會中 他讓我的毛孔看起來粗大 然後其實有白芝麻 疊完之後 毛孔更粗大 所以 戴科 No! LUNASO也No! I'm so sad 那我今天眼睛下面的遮瑕 小小的來講一下 Dior他們家的遮瑕 不管是哪一罐 真的都 Dior的底妝 感覺是我的 是我的命定嗎? 我感覺 我感覺好像是 Dior感覺他們所有的底妝 我都應該試過一遍 因為我每次用他們的底妝 就只有兩個字 開心 OK開心 然後這邊 因為剛剛上比較多 所以比較容易積線 我們要來定妝了 OK 那我們定妝的部分 我定妝蜜粉 居然還買了兩罐 一時候我在機場機 就要走 所以就沒有時間思考 還有一個我自己 也非常想使用的 這一塊 這是Elegance 他們家的蜜粉 我這一顆Elegance的這一顆 我要把它上在我們3這邊 做定妝 因為我們3這邊 我的印象中就是它很保濕 我們剛剛底下也是非常保濕的底妝 所以我至少在鼻子這邊 我想要先壓一下 喔喔喔喔喔喔 有點厚 抱歉 我至少鼻子這邊 先來一下 先刷掉一下 鼻子旁邊這裡 喔好它整個打亮了 OK 它顏色變了 I'm sorry 好然後呢 我們就來進入 我幹嘛買一號跟二號 I don't know what I was thinking 應該我賭 一定一顆是透明 如果不是的話我已經透明了 包色Sara Oh my god 1號其實是有顏色的 那我二號 我剛剛買二號 還是二號是紫色 沒有耶 二號就 我看不懂為什麼我要包色 Oh no 等一下喔等一下 一定有一定有 喔有 OK 這個是Smooth Matte 這個是Glow Matte 所以這個有Glow Glow是二號 我就在想 我沒有這麼的不冷靜好嗎 我覺得Glow Matte 應該是我以前很喜歡的那款 比較保濕一點的蜜粉 我跟你講 我之前超愛 OK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留著 我居然還有留著耶 可是是01號耶 他們包裝現在就是稍微 就不一樣 這是我以前用 我超愛的耶 只是好大一罐 我以前真的超愛 這個一定有大過期 好蛋 怎麼辦我原本喜歡的是01號 好啦我先都開一下 感覺一下質地 Oh no 我聽說它之後變成這樣 有看到剛剛原本的包裝嗎 裡面是絨毛粉撲 絨毛 然後非常均勻的沾粉有沒有 但現在它摸起來好像又 又有點絨毛嗎 欸我不確定耶 說實在 Oh my god 然後這個格子打開 它就是這樣子 Oh my god 我們還是 我還是先用刷子上好了 這樣比較沒有問題 開Beauty這支 S02 我們就直接這樣沾了 我還不確定它的glow 塞一下款喔 說實在 我真的不確定 所以我想要先上在外側 我鼻翼旁邊還沒有定 因為我怕如果它會亮晶晶 鼻翼旁邊定起來 應該會不太好看 噢 不行耶 代科不行 代科狀況真的不好 代科這邊 一定下去 就拿個 等我一下 我們再拿出01號 的3的蜜粉 因為剛剛那個是glow 所以我覺得它裡面多少 應該會有一些亮片 導致說 沒有那麼細緻 所以我們代科原本妝 就已經有點粗了 所以再上上去就 不漂亮 好 現在 這是01號 Smooth Matte 所以它應該是完全是霧面的質地 有啦 01號 上上去之後就很細緻 妝感就變得很細緻 就是說還沒有上的部位 OK妝感就變得很美 尤其是這裡 我剛剛這邊如果用2號 雖然2號我也看不出一個端倪 其實這個我覺得蠻厲害 你們真的看不到 我不管用幾K相機 或我連自己真人看 都已經有點看不太清楚了 2號這顆真的是 非常非常細小的光澤 就是你上上去之後有沒有 像我臉這邊 看起來好像霧霧的 但是有一點點淡淡的 在反光的感覺嗎 不然我這邊就直接用 我們的01號來上一下 直接做一下我右邊的對比 然後我也希望不是我自己在幻想 我們直接讓它霧面 到不行 Oh my god 我真的看得到 但是我真的覺得相機看不到 這邊2號看起來還是很霧面喔 我連近看都看起來還是很霧面 但是遠看 就是看得出來 它有一個 非常淡的光澤 但這邊 就沒有 它是完全霧面 平 很Smooth 神奇喔 非常非常微弱的差別 Oh my god 我原本想說 如果很像的話 我就一個就丟進二手拍箱 沒有 我兩個都要留 好厲害 好東西 就是我2號 一定是我自己知道 已經信任的粉底 然後它已經很細緻 像這樣子 我如果再用2號來定這邊的妝 我覺得這邊的妝一定會很漂亮 很立體 但現在直接用1號的話 就是一樣很漂亮 然後非常的Smooth 變得很平滑 我要趕快過底妝這一關欸 說實在 有夠久 那我現在的話 我想要直接跳來腮紅嗎 腮紅的部分這邊有這個Fujiko 我之前買的這個腮紅液 那我還沒有機會去使用到 所以我現在想要來使用一下 顏色是01號 各位我跟你說 我其實超喜歡Fujiko的唇釉 但我不知道我把它放在哪裡 我在房間裡面真的找不到 所以以後有找到的話 我再跟你們分享 因為那個我真的放很久 一直想要介紹 一直籌不出影片 今天終於有這支影片 所以我要來用日系的彩妝 結果 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 我如果等一下拍影片拍到一半 如果靈光一現突然間想到的話 我會把它拿來給你們用用看 那我現在就先來用Fujiko他們家的這個腮紅液 先來上這邊好了 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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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不行 淡到 我不敢 我還是不敢 不管它今天多淡 我還是不敢直接把它這個刷頭 直接往我臉上沾 那個對我來講都還是太too much 非常微 這跟底妝是不是也沒打架 我覺得看不太出來 我兩邊的上 它跟旁邊融入得太一起 到我看不出來 但我覺得我用量好多 我一直重複沾進去 但是我現在有沒有肌膚出現一個 非常自然的 漂亮的腮紅色 越上越多 反正它這個顏色原本就是非常的 大 就是有氣色的顏色 我應該我上超多 但它看起來還是不會太過分對不對 好我直接把它上滿我的鼻子 然後它顏色就很淡 我之後再跟其他的腮紅做一點搭配 好像蠻喜歡的欸 搞不清楚到底有沒有打架 但我現在看起來氣色是不是很好 就從剛剛上完之後 就是一個有底妝蓋住的感覺 那現在就是增加了血色的fuel 這個顏色很美 好我只是想要先來使用這個 因為其實我有點怕說等一下在上的時候 液態跟粉霜有點分離 我只是有點焦慮到想要先上它而已 先上後上應該是差不多 那我們現在就來進入我們眼影盤的部分 好眼影盤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這四盤 我之前在addition拿到的眼影盤 那它們應該都不是什麼限量 然後其實我現在臉上就是都已經上了這個偏 有點就是橘粉橘粉的顏色 所以我應該是要來上比較橘粉橘粉的眼影盤 暖色調 看了一下這盤 這個好像 Sun10 Camel 好像跟駱駝比較有關 我好像其實也有上到眼睛上 但就是好像沒有單獨使用一整盤 我記得之前比較混亂的時候 但其實我也有點想用suku的眼影盤 我就想我到底有沒有在影片上面使用過suku的眼影盤 兩年前 看了一下好了 嗯其實我已經用過 好那我今天來用一盤我沒有用過的好了 Apricot這盤也用過 剛剛Camel那盤看起來沒有被動過 顏色也是非常的細緻 剛剛看了一下addcosme的排名 suku現在居然是在第二名 那第一名還是一樣它的那個單色的眼影盤 代科的單色眼影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來使用代科的單色眼影 因為我記得之前好像是只有世道色 不好意思給我清楚狀況 Sara的影片就是這麼的隨機更好玩 我來看看能不能配合suku這盤的02號來一起使用 其實都是我買了然後都沒有使用過的東西 ok let me do it 13G這個顏色我們來單上眼看看 會發生什麼事 我記得我現場摸的時候也是覺得顏色真的是超級無敵美 但真的 我的帽子 直接上上來會是什麼感覺 我們好像需要刷子喔 我們需要刷子 這光澤真的是蠻美的 只是好不好控制要另外參考欸 因為我手指很粗 所以如果你手指很細的話應該是蠻好控制 但是我自己手指蠻粗的 所以沒有那麼好控制 我手指就這麼粗 沒辦法 那麼單上過這個顏色 我自己真的都不太確定了 到我印象中那個時候在試的時候 有太多其他產品 所以這個好像只是試色 在手上遠遠看 喔 看這樣試完就很日系咧 感覺好像是用眼影盤畫出來的一個光澤 13G這個顏色真不錯 就是可以小小的搭配一下旁邊的這個中紅色 要很 很紅 那我就從下面 我想要暈一整個好了 一整個下面往上暈 不是只有尾端 再有點煙燻感 順著眼睛的形狀 這樣好像變得很單調 好像沒有加之前是不是好看 那我現在想要用這個比較淺的顏色 把下面框起來 看能不能想辦法維持這個眼妝的協調 好啦會有一點 粉我沒有希望它掉太多的我用水的 就會掉但不會掉太多 OKOKOK 好哇 我其實說著在找不到我的addiction的眼線 所以我想要來用這個 戀愛模型他們家 這個顏色眼線 它是桃紅色的 I don't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但是let's try 它很顯色 它比較偏紫一點 我們就先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嗎 試試看嘛 我畫比較chill一點喔 雖然我知道日系的眼線應該再垂一點 但我的眼睛其實已經很垂了 所以我有時候真的會 不是很想要讓它太垂 然後 然後 這顏色其實不會不搭欸 只是 不搭的部分是我沒有把它畫得很對稱 Sorry OK 硬把它修平欸 超硬 Alright 再來我們眼頭 眼睛的形狀就會再更立體一點 眼睛更跳出來一點 Howdy 我還是想穿一下亮色 I can't help 束苦剛剛這個二號眼影盤的那個亮色 來看看 欸 這樣我把眼尖到上面 其實摸起來沒有什麼黏著性欸 摸起來很乾 上起來也是感覺很乾 但可以讓我整個眼皮都亮晶晶的 摸起來真低乾欸 還是看得出來有光澤 整個眼睛的光澤度都不一樣 尤其是我有上到眉骨這邊 OK 那我先來 把睫毛膏上完再回來 等一下 上睫毛膏之前 我先來用這個 Chippy Chippy 他們家的眉粉 來增加一下我的眉毛顏色 因為你們應該看得出來 我的眉毛 有 形狀大致上都有出現 WOW 但真的是上了妝之後 才知道說還是可以再撈得更長一點 但沒化妝的時候 如果眉毛像現在這麼長的話 就會看起來很詭異 所以只能這樣了 好 OK 睫毛膏上完回來了 好 我自己的話想要再上點 眼睛內側配黑色那一塊 什麼叫它 好像沒有加眼線 看起來比較日清一點 加了那眼線之後就看起來變重了 Sorry 接下來的話其實我剛剛差點忘記 我們還有這個 Chippy Chippy他們家的液態眼影 然後它的顏色應該就這三個吧 1號看起來就超美 我現在只是關清一下 2號好像 因為我沒有關好 完蛋了 乾掉了 2號感覺也是很美 No 好 但是我們要來用1號 1號 其實有點想要用一點點2號 1號我上一點點 在眼妝上面 中間這一塊 我就愛亮晶晶 I can't 沒有亮晶晶 我活不下去 就至少我 有畫認真的妝的時候 我就希望 有點亮晶晶在臉上 Nice 然後其實我想要2號 是因為2號感覺是可以來提亮 淚帶 用中間 2號的顏色其實還蠻美的 而且它的亮片是很均勻的耶 不會那種上一上就是沒東西這樣 現在整個bling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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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不行 然後小隻的這個刷子 那我們回到 束褲這個眼影盤 這個剛剛這個紅色 然後漂浮這個眼影 看這個眼線 有沒有看到 圓圓在一起 創造一個這樣的陰影 Balance balance 平衡平衡 好 然後 然後我要 這邊 畫一點順子 出去的感覺 讓我眼睛 眼睛沒有那麼長 因為眼睛比較圓一點 所以我剛剛其實覺得這樣畫出去 長長的 但是我眼睛圓圓的也有一點點微和 這邊 然後這個眼線 然後我也把它帶出去 PRETTY PRETTY OK 因為我頭髮今天沒有要做什麼造型 不小心畫的好像什麼舞台妝 說好的日系產品 我沒有說要畫日系妝容 我只是要用日系產品而已 真的耶怎麼會變成這樣 怎麼會變成舞台妝 好 那接下來眼睛也算是結束了 我們接下來要來稍微修容一下 雖然我覺得 因為這個 我們的粉底的部分 其實顏色都蠻暗的 所以從外面看起來 其實已經看起來有一個自然的修容了 然後我剛剛裡面是因為 上比較厚的蜜粉 所以看起來中間已經稍微有打亮的感覺 Anyway 但我們還是要來使用這個AndB他們家的修容筆 OK 看起來偏紅 I don't know 刷一下它就會不見了 所以它是那種比較好控制的顯色度 第一筆就要畫鼻子嗎 我就是那麼大膽 一點點在中間 我把它當成那隻我自己覺得很好用的那隻修容筆子來亂上 OMG 它顏色好亮 就是以修容來講 我已經習慣灰灰的修容 所以有一點不習慣 但我在想應該還是一個好看的修容色吧 Oh no Oh no Oh no 顏色其實真的還不錯耶 就更自然了 它就是沒有那個灰灰的感覺 看起來更健康一點點的FU 然後它的顯色度 我就是喜歡這種顯色度 一點點就好 你可以這樣子隨時都補一點補一點 然後底妝感覺 因為我們今天底妝也都沒有到上到太多 嗎 沒有大打架 OK 我覺得這個鼻影非常的優秀 只是外面我就在想有需要嗎 再泡個兩三條 感受一下 我總覺得那個筆啊 這個形狀的筆應該都是拿來修鼻影比較多 雖然他們就叫做contour 它有叫nose嗎 雖然沒有叫nose contour 沒有說是鼻影 但我覺得都應該是拿來鼻影就好 其他地方我怎麼上我都覺得會出事 它顏色真的好紅喔 那種紅棕色的感覺 但是修起來我覺得很好看 加這個染眉膏 好 OK 哇今天這個妝真的是 明明是用日系的眼影盤 我剛剛還在嫌人家的那個 亮不夠亮 結果我現在真的是比誰都還要再亮 沒辦法耶 我剛剛其實不應該放那個亮片在眼睛上 但我得說好漂亮 就是眼睛整個看起來超亮的 看起來idol 好接下來是我在機場買的這個 素苦的打亮液 OK 就像我之前可能有提到的是 湯跟我分享了一個addiction 很好看的打亮液 但他們沒有 只是限量的 所以我就好想要 然後結果那時候 櫃姐就說 那你要不要看看素苦的打亮液 我就一看 然後一摸 也是覺得不錯 oh look at that 是不是很漂亮 但是我們其實還沒有上其他彩虹耶 Thera冷靜 我剛剛只是看到它 我就很想用它 讓我們先上一點在鼻子上 今年的Sara就是主事不順 所以我希望之後 順了之後 大家都還在 OK 好我得說好像在鼻子上面看起來沒有很明顯 我們先點上臉上的腮紅 我真的很隨機 我接下來想要用這兩塊腮紅 這是之前KOL愛用品的時候 其實明明也不是Pinky的愛用品 只是它是看LDK雜誌上面大家 日本人很喜歡的腮紅 然後我就買了 然後今天我就覺得 想要再回來用它一下 因為那時候我自己的 好像Pinky的說法就是它很好控制 然後我那時候用的時候 我是覺得還不錯 但是有一點點小失控 所以我今天想要來一看究竟 到底是我用錯了還是怎樣 那我的話 就來用這支Laura Mercier的 Cheek Color 然後我今天看起來很明顯 就是要偏橘一點點 所以我稍微這樣沾 然後在手上也稍微沾 在手上再稍微沾一下 我那時候上的時候 我記得就是顏色太顯 然後有點嚇到我 有點橘到鬆了的感覺 然後帶出去一點 反正我們眼妝已經 就是都這麼出去了 YES YES 而且上一上 就像Pinky那時候介紹一樣 它會有一層很漂亮的光澤 因為它自己 日本的霧面 就是沒有要全霧面的意思 雖然這裡面有兩面 非常漂亮 剛剛那個是JILL JILL STUART 10號 然後我手上這個粉色的是 4號 那今天 就是 很很橘 橘中 那再來 回到我們打亮眼 一樣把它這樣子化開 在我的手上 好這樣 這樣把它壓薄一點 欸 那我壓厚一點 就是偏比較粉色的打亮 欸 等一下 No No 這打亮眼衣好像不行欸 好像不行欸 下一點再下巴 下巴這邊 呃成品比較薄 上起來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 喔 在打架了 在打架 跟底妝打架 ING No No 我原本非常期待的說 這樣子有一點讓我失望 喔 好 看來不太行 那我們就來進入我自己最自豪 然後 最喜歡的這個 And B他們家的打亮 And B的打亮真的是 怎麼辦 打亮現在我最喜歡 有可能是And B And B他們的本質真 知細 知細你知道嗎 那我這邊範圍上那麼多 是因為我們剛剛液態的打亮範圍 其實已經 太多了 那如果現在我正常來上的話 其實也是用這種 刷子 輕輕的 在最高點的地方 隨著臉型這樣子 打下來 然後這邊是超亮 光澤極到不行 然後這邊是自然 自然光澤 Oh My God And B的打亮 好厲害 就是就是阿捏嗎 那我們到唇 唇膏的部分 換人想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get down When I say 日系彩妝 I mean 品牌 日系 有很多產品都可以化成日系 但是我今天就在說 日排的東西 好那唇膏的部分 我要拿 有季工官品給我的 直唇秀 也說直唇秀他們的唇膏 一直都非常的優秀 只是大家是會對 直唇秀的唇膏有興趣缺缺嗎 因為我以前到現在都蠻喜歡 直唇秀的唇部產品 都做得okok的 就是沒有到特厲害 就是沒有到那種 Oh My God It's the best 但是就每次出的都讓我覺得 嗯 Not bad 有那種感覺 懂我意思嗎 但每次我在分享 直唇秀的產品的時候 總覺得 或者是我的錯覺 大家對直唇秀就好像還好 So 今天我都講日系產品了 我要分享直唇秀 我希望大家看下去 因為他們這次出的這個光澤唇膏 然後我自己就很想來使用 但是他們顏色真的so much 然後他們顏色又沒有任何的順序 你知道嗎 所以我應該隨機抽個幾支來用一用 首先是這個KNBG923 你告訴我那是什麼數字 然後它的管子是白色的 BG923這個我好像還使用過 它是個很橘的顏色喔 我就直接試著把上面 有亮一點 但好像又沒有很亮 我那時候在手上刷色 其實我以為它再更保濕一點 但其實沒那麼保濕 我現在上去 雖然我嘴巴上 就是有蠻多乾皮的 但是我有沒有期待它再更 融我的乾皮一點嗎 我現在完全就是卡死在乾皮上 粉色餡精脆水潤成膏 精脆的部分是有精華在裡面嗎 老實說完全沒感受到 剛剛那個好乾喔 上起來就是怪怪的 KNBG953 都已經那麼橘了 那BG958呢 我知道了耶 大家比較沒有討論 是不是它那個色號實在太亂了 啊 KNBG958又是紅色的 我看一下 你們在看的時候應該看得出來 它無視到超級保濕的唇膏 它就是亮面 比較亮面的唇膏 我覺得我好像有看到一些 IG上面的試色 就是你可以把它擦得很美啦 比起它們一般的 它這個真的算是保濕很多了 這個顏色感覺是可以擦得很美的感覺 來我們把邊緣都暈掉 其實這個顏色還蠻好看的啊 如果你這樣子擦的話 因為它雖然這邊是紅色 但它是偏有一點點玫瑰 有點玫瑰色的感覺 所以如果照我這樣上 其實還是可以很漂亮的 就是旁邊記得要 暈到這樣的程度 有點咬唇狀的感覺 這支顏色我就喜歡 剛剛那個橘其實也不錯啦 只是剛剛那個橘讓我 體會到這個唇膏真的沒有到特別的保濕 精脆到底是什麼意思 但其實如果你不是一個嘴巴 會像我一樣特別乾燥 死皮一大堆的人 其實這個應該以平常來說 保濕度應該是蠻夠的 就試個五支顏色好不好 剛剛那兩個都叫做BG 然後就顏色怎麼亮 這個叫做KNRD176 這就真的是紅色了吧 還真的欸 它就真的是紅色 上一點點的這樣 這些顏色 其實好像是有什麼顏色 這樣子暈開都會蠻美的 而且這個顏色很顯白 就我剛剛看了都覺得說 我今天這麼暖色調的妝 它都可以讓我臉瞬間看起來超白 所以 連牙齒也是欸 Who are you 我留著RD176 這顏色超顯白欸 至少我的膚色上啦 就是大家還是要看顏色色調 我自己是偏比較中間調嗎 冷調 本膚 反正我只知道這個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顯白 再來是一個 KNOR587 OR應該就是橘色 就跟剛剛那支比起來 就是再橘一點 橘色的部分卡死皮 好像都再更明顯一點 應該是顏色的關係 吃到唇膏會有點臭臭的 這顏色還好 我覺得普普通通 最後一個我當然要來試BW BW一定是Brown Lace 我自己真的 覺得自己真的一直以來 就是喜歡棕色調的東西 蛤? 看起來很深 深紅色 等等 這個棕 這個棕不太妙吧 紅 很像剛剛那個修網的棕色 不好意思 我再try one more 我比較想要再棕一點 而不是這麼紅的 還有一支也是BR 770 它是很橘 好啦這個就看起來真的蠻中的 那就上它吧 這顏色好好看 這顏色好好看 我以為它很橘 還是我就是比較愛 對它是比較中間色調 對不起我剛剛被橘色影響 偷偷直接覺得人家應該很橘 但其實沒有 Oh my god So pretty 還是得說嘴巴吃到偏蠻不舒服的 蠻不舒服的 那個味道有點明顯 Oh my god 我喜歡 好喜歡 顏色好 我好喜歡 對不起我個人 我個人超愛 其實乾皮走了之後 我是覺得 底下還蠻保... 還蠻保濕的啊 就是沒有乾皮的時候 但就是我剛剛可能期待太多 想要在我有乾皮的時候 上上去嘴巴還是很舒服 那可能就是要交給比較保濕的唇釉來處理 因為他們就是可以直接比較厚的上 那這是我們最後唇膏的部分 對我們今天唇膏就是... 一樣 對因為我就只是想要趕快用一些 我還沒有用過的 然後很多不知道為什麼都是日系彩妝 好 那這是我們今天影片的部分 我們來觀察一下我們的底妝 我其實說實在 我剛剛連戴科這邊我說 其實那我的妝 有一些白芝麻什麼東西之類的 但到現在妝感都看起來還是很漂亮 怎麼講 一定是我覺得 我是使用上 所以我剛才說我其實要再多使用它幾次 我覺得使用上跟搭配的東西 我覺得稍微再調整一下 戴科這瓶應該還是非常漂亮的一瓶分底 然後3的話就跟我以前想的一樣 美到爆 就是雖然遮瑕度沒有到超級無敵好 他們的妝前也非常讓有美麗的光澤 妝前是SPF32 粉底的部分SPF36 所以我不知道兩個疊在一起有什麼差 但是妝感很美 OK 就像我說我今天還是過敏的狀態 他們疊上去還是非常的服貼 very good 可惜沒有用到Lunasso這罐 一直好想用它 但是一直找不到時間用 今天還是被戴科打敗 因為戴科這個其實我買更久 之前王一小老師PO文的時候 我就已經買了 一直找不到時間去用給大家看 然後今天的3的蜜粉 有受到不行欸 3的底妝 他們其他東西我不知道 但是3的底妝真的是 然後另外Dior雖然沒什麼關係 但是我只能說Dior的底妝還是我的愛 我今天需要救火 都是用Dior的底妝在救我的 所以我剛剛有說戴科的這個 對我來講有點小小的翻車 但是其實沒有到超累 我還要再觀察一陣子 我不會直接說Oh don't buy 但剛剛的Lunasso Lunasso的這個遮瑕 我就得說不太妙 我覺得上起來已經不是乾不乾的問題 它上起來摸起來是很滋潤的 但是上上去就是浮在我的皮膚上 然後說實在我去查它的遮瑕 我也查不到什麼心得 所以就是你不會太討厭它 你也不會太喜歡它 但是因為我最近在遮淚溝的時候 我的步驟會比較多 所以底下是需要蓋一層遮瑕 但是它的這個遮瑕完全坐不住 所以我覺得這個 not great 好Fujiko這個顏色真的很漂亮 又要被迫 需要買它其他顏色 就是它跟底妝 我剛剛怎麼看它真的沒有打架 我底妝沒有因為它而分裂 所以這個 然後顏色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對是01號 剛剛遇到一個我覺得 有一點點危機的 是SUQQU這個打亮液 這個打亮液說實在 剛剛上上來的時候 其實它是唯一讓我今天底妝打架的東西 然後沒有什麼亮度 因為它剛上在我手上很薄的時候 有點亮 但是因為它還是濕的 我那樣子上當然是會反光會很亮 但是上在臉上它剛剛沒有東西 就濕嚕嚕嚕的 所以感覺它應該是那種 要跟粉底一起混合使用的打亮液嗎 但它那麼小一瓶 會讓我覺得它是要拿來就是做 重點加亮的打亮液 所以我覺得這一瓶也蠻失望的 就是如果要說推不要浪費錢的 可能就是我剛剛以上說的那幾下 其他的部分我其實真的覺得都還不錯 日系的品牌我也是越來越喜歡啦 跟他們的風格 然後跟加上其實他們不管眼影長什麼樣子 我都可以把他們畫得很誇張 那就是我們今天影片的部分 我希望大家有喜歡 然後不要忘了我們今天 Illso他們這次可愛的聯名 如果對他們產品有興趣的話 記得去下面的連結看一下 然後也會有折扣碼 更多重點資訊都在下面 不要忘了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如果覺得有幫助 有幫助你避雷 或者是任何層面上有幫助的話 請給我一個讚 不要忘了離開前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次有影片的話都會遞個通知你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見 掰掰